一開他會自動幫你變成大字 反表示是正確的 像 這個地方同學常常比如像sale 常犯的錯誤是這樣 比如說你打sale有沒有 移開 還是小寫 為什麼因為你打錯了 所以 所以如果你打一個sales 對 他小寫對 你移開 變大寫 那表示你沒打錯 這個也是一個 盡量避免 城市打錯的一個 技巧 OK 好 那我們輸出到哪一欄呢 輸出到 F欄 所以把這個改成F 這改成F 對不對 然後裡面的話就改成U跟列 城市就寫完了 應該了解我的意思 OK 所以你會發現成績跟業績 差別是在哪裡呢 差別是多一個end而已啦 對不對 然後其他的話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這邊 那其他就是在 再去 注意一下這回圈的範圍 跟 輸入的 條件 是哪一欄 輸出的 是哪一欄 輸出什麼條件 好了之後的話我們來試試看 VBA 一樣按什麼 執行 有沒有 就輸出了 OK那你也可以把它 把它置中一下 感覺會比較好看一些些 然後再把它做清楚 再執行看看 OK那一樣如果你要做個清楚的話 就是在複製貼過來 然後再做一個什麼 業績清除 旁邊做按鈕 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那一樣的方法 制定函數 也可以copy貼上 改一些地方 所以基本上你們要學的就是那個 它的規則吧 你規則熟了之後其實做變化很快的就可以做得出來了OK 好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要把重點提示一下 第一個 這個公司應該沒問題吧 因為我們預設各位對函數應該是OK的 我們主要是 要學的是後面這兩個 OK 好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也會把那個公式 我把它複製給 複製到雲端上好了 如果你們要有那個 有問題我就在你們在雲端上打開來然後參考一下 好 喔